借着彼此细心体贴以及良好的心理治疗 我们安然度过前面几年风风雨雨的生活 并且结婚生子 但彼此间仍存着差异 某天我们带着女儿行进某禅修中心的花园 那时妮安娜刚读完琼伯伦的女人内在的女神 后来她把书拿给我看 这样我就能跟她讨论女性能量和养育女儿的不同面向 我告诉她我喜欢这本书 尤其是讲阿尔比瑟斯的力量和阿弗罗迪瑟的优雅与美丽的那几章 然后我说 有位没被供奉在庙中的女神赫斯提亚 希腊女神当中的女赵神 我并不怎么认同 她是直思照火和厨房的女神 无所不在 但却不受重视 我的话才刚说完 妮安娜就吃惊地瞪着我 把书丢在地上 然后哭了起来 那正是我的写照 那个女神就是我的生活 我就知道你从未真正爱过我 我早知道 雨碧她转身离去 我愣在那儿好一会儿才感受到她说话的威力 整理自己的思绪后连忙追上她的脚步 我为这方话的真实性 以及自己的恍然大悟而震惊不已 只能回答她说 亲爱的 真实抱歉 你说的没错 我确实爱着你 可是在不知不觉间 希望能有所不同 长久以来 我内心一直盼望着她会改变 而她当然也有强烈的感受 我唯有面对她的真实面向 而非自己的塑造的人物 才会慢慢爱上真实的她 我们携手为赫斯提亚女神创造一个家 如今我在外面和大团体共事 回家后则过着宁静简朴的生活 我得到家庭的庇护和照顾 爱着她最原始的样貌 并且每天赞美我太太的智慧 家庭是一面镜子 我们的配偶 爱人 父母和子女身上 映照出我们自己内心的需求 希望和恐惧 亲密关系能够毫无遗漏地 触及我们的过往历史 让一切无所顿逃 我们内心负载着创伤 以及渴望爱的滋润 一切全摊在台面上 这些需求应该受到尊重 我们在家里私下说着我们的爱 仍是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彼此包容和尊重 我们要将祷告或不批评他人的觉察力 等同的宽容精神 推挤及人 有位修女回忆自己从多年的祷告灵修生活中领悟道 我灵修生活最重要的领会是 要能心甘情愿与所有的善及恶保持密切的关系 让自己有意识地受苦 人们不论离我们多近 我们自己的心都能够容纳这世间悲伤的泪水 我的灵性再也不会唾弃人间的挣扎 愤怒和热情了 那种教义根本一无是处 它们带给人们的伤害大于好处 到最后我们才了悟到不责难的道理 我誓愿以非暴力手段对待万物 不要为自己或他人增加痛苦或磨难 这个信念你成为我最重要的道词之一 我们一旦接触到每个生命不凡的特质 内心就会滋生容忍和不责难的胸怀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 也会表现出自己的本性 即使是难以相处的人 也是在尽心尽力的生活 可敬的养育 成人之间彼此的尊重 也是养育孩子一种基础 另一个表达容忍心的方式是尊重 我们从一个七岁男孩 跟着父母和朋友到外面吃晚餐的情形 明白何为尊重 那位女士一生 最后才问小男孩要点点什么菜 你要点些什么 他问 我要热狗和薯条 他回答 他母亲立刻插嘴 给他来点碎肉饼 土豆 胡萝卜 再加牛奶 女士走开后 母亲问他 你的热狗是要加番茄酱还是芥末 这男孩 环视四周 然后面带微笑地对大家说 他还真的把我当成大人 看待呢 我们的孩子希望得到尊重 即使是小孩 也期待人家尊重 他们的需求和恐惧 我们的爱人 父母 同事 以及周遭的花草树木 都因我们的尊重而亮丽绽放 身为灵修者的父母 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尊重别人 如果缺乏觉察力和尊重 我们的行为就会受自己的教养环境的制约 一再重复旧有的模式 缺乏尊重心 我们将继续陷于过去生命中所有出现的恶性循环 在疮痛羞耻 自贬 沮丧或自暴自弃的情绪中 挣扎而难以超脱 缺乏灵性上的关照 我们作为父母那份体贴呵护的本性 就可能被现代生活的瞬息万变和拜金主义 被无孔不入的媒体和横行社会的暴力击垮 如果我们缺乏警觉 就会让媒体和各种压力乘血而入 迫使孩子成为小大人 忘记要保护无助的孩子 我们忘记孩子长成成为独立个体 各有其时间表 如果我们不依循心灵的忠告 到头来就会沦为一位听传专家的盲从父母 在孩子啼哭时不肯为奶糊抱他们 怀抱尊重之心 我们既能给予孩子应有的保护和全心全意的照顾 又能为他们的行为设立适当的规范 我们灵性上的体悟不仅以言语来表达 更应体现为日常生活的完整和一致 如此才能够真正的展现出我们心灵最真实的价值 向他人表达这份尊重永不咸持 如果我们能够怀抱着这份尊重之心对待家人 即使代表你已经成年成年人了 有位曾在泰国和缅甸的寺院中受禅修训练的尼师 向我诉说他回家乡后所遭遇的困境 他家位于底特律的兰岭社区 虽然他对家人带给他的伤痛已经释怀 但至今家人仍然无法理解及接受他嫉妒出家的事实 不论他多么努力地想让他们了解法性的道理 都只会引发家人间更多的冲突和挫折 每到夜晚 家人的娱乐就是喝啤酒和看电视 他几次返家小聚 都因意见冲突而匆匆离开 我给了他一些建议 你何不试试在不穿袈裟和不说教的情况下 回去拜访父母 只扮演家庭成员的角色 爱他们原来的样子 或许就跟家人一边喝啤酒 一边看电视转播球赛 哦 对了 别待在家里太久 顶多三天就够了 他依言去做 等下回我见到他时 只见他满面笑容 这招的确有效 有几天没有更新 在我的身边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4月27日 我的表弟在他36岁生日的前几天 离开了我们 今年这一年当中做的最大的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读这一本狂喜之后 另外就是首逢拼布心经 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这件事情对我们整个家庭影响会非常非常大 希望他的父母能够在我们这样的好的家庭 幸福的家庭在我们的照顾下 能够平平安安 能够感受到其他人对他们的爱 有位苏菲派大师说 与自己家人或好友相处 跟其他人的人际关系不同 这和平常所扮演的老师角色截然不同 当我和家人共处时 就必须流露出最朴素的爱和坦诚 这时我不再是一个发号施令的人 我试着在心理上接受他们 表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并且包容他们的天性 在这互动的整个过程中 也会产生强烈的感情和爱 在孩子和父母甚至轴理之间 会自然形成一种交流 无论所传达的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情感 由于我们彼此深深了解 有时冲突的层面反而会扩大 但我想做的是探处到大家心弦相细之处 掌握在表象之下的本质 托马斯莫顿说 这种包容他人的行为 就是要学会超越自己对他人的期望 看见他们心灵的优微之美 当我们窥见人心幽微之美 就能产生灵犀相通之情 也会看见那照亮我们生命的神圣光辉 世俗的历练 在中东地区 各大宗教的戒律 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 都教导人们必须尊敬父母 而印度和中国的文化传统 更是强调这一点 经文上说 纵然背负父母于身上 仍难以报答养育之恩于万一 不论你的文化传承是什么 这份效养父母的义务还是持续着 而竟孝道并不见得容易 年迈的父母 烦恼的青少年 手里不合 为钱苦愁 家人生病或有影症 这些都是家庭生活必须面对的难题 而现今我们生活其中这个社会 并没有足够的互助团体 这使得我们的负担更加沉重 老人们的归处只能是养老院 而青少年在得不到长辈引领的情况下 常以暴力和破坏的方式进入成人世界 这些社会问题正反映出人类心灵 渴望彼此连接的基本需求 有人承说 被警方追击也总比没有人要来的好 无论如何 家庭就是这份心灵相细感的来源 它给予我们爱 也要求我们尽义务 家庭所要求的义务永无止境 许多人必须面对父母患二次海默症 癌症或中风的长期折磨 有些人则需处理棘手的青少年问题 以及家庭内部的压力 婚姻触交等来自家人和本身的问题 我们为家庭所付出的辛苦和牺牲 就如在要求严格的寺院中所受的训练 培养我们的舍离、安忍、沉稳 以及慷慨奉献的性格 一位中年比丘告诉我 出家人过的是自我锻炼和牺牲奉献的生活 而一般人生活的本质却单逆坠落 我文言不仅大笑 他还说 你可以随意地饮食穿衣 参加宴会或不断地谈恋爱 或者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真怀疑他谈的是哪种人的世俗生活 后来我发现他在21岁就剃度为僧 所以他心中的凡俗生活 是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生活 他并不了解 其实婚姻、工作、养育儿女 为当公民这些行为本身就是锻炼 身兼禅师、诗人和父亲的加利·斯奈德写道 我们每个人都是同一个老师的学生 诗相 开车哄着孩子到巴士车站 跟在冷清清城到佛堂迎送一样艰难 他们都是非常无聊 一再重复的行为 而各种锻炼、各种活动 却能让我们在生命部上正轨 家庭生活的各种要求 需要我们全心全意付出 并且严酷地考虑到我们的能力 有位老师告诉我 身为年轻的天主教徒 我常受到圣徒们言行的激励 我总希望自己能像特雷沙修女一样 为人类做一番事业 但我的生活大多是平荡无奇的 大学毕业后 我到小学当老师 之后我的母亲中风 迫使我必须放弃教职 回家去照顾她两年 我替她洗澡 照料她的褥窗 煮饭 付账单 操此家务 有时我真想结束这些义务 回去过我的灵修生活 有天早晨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我正在做特雷沙修女的工作 只不过 我是在自己家里实践这份奉献罢了 不论在家或寺院中实践本质都是一样的 有则古老的故事说 佛陀发现一位比丘生病 但没有人照顾他 因为众人都忙着去修行了 于是佛陀亲自照顾这位比丘 然后召集全部证 送生 训诫他们说 如果你们不能够像家人般彼此照顾 那谁还会这么做 众比丘愿意照顾佛陀的人 让他们先来照顾这个病人吧 五百年后 耶稣也是这样告诫门徒 我老老实实告诉你们 若你们对我的兄弟的其中一人这样做 就是对我这样做了 这是使病如亲内心所产生的爱 而生命中其他的爱都是由此衍生 罗伯特·约翰逊 是荣格派心理分析师和作家 他谈到自己几年前出访印度的一段小插曲 在出发前 人家都警告他印度混乱贫穷和沉沙飞扬 他说 没人告诉我 几乎每个印度人都沉浸在极大的幸福中 他发现印度人所认知的世界 包含着更广大的生命 其中苦难与神圣并存 虽然旅途中 他曾遇到过许多困难 但印度人都立即伸出援手 给予他温馨友谊 这些朋友让他体会到四海之内 接兄弟的博爱情谊 你如果想跟印度人交朋友 那么只需待在他身边 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不过这是指同性间的交往 千万别对异性这么做 如果他同意跟你一起做某件事 他就会老实地待在原地 哪也不会去 在等待相当长的时间后 你们大概从此成为了朋友 这友谊还会维持一辈子 我就这样在印度结交了许多朋友 后来我生病了 被送往一所印度医院 那真是一场梦魇 他们解释说 那是一所极现代化的医院 但全院只有一个体温剂 病患得令轮流使用 我当场拒绝 但他们说 没有关系 这是消过毒的 结果我们没事 这个故事的重点 是有位印度朋友 把我当成亲兄弟看待 当晚就到医院陪我过夜 他说 我不会让你孤零零躺在医院里 所以每天晚上 他本人或是他派来的人 就会睡在我病床下 如果在美国住院 根本不可能会有人 睡在我病床下 日夜照顾我 有天我发高烧 到华氏104度 整个人有些神志不清 我朋友安巴桑卡 就站在我床边 告诉我巴巴的故事 巴巴有个朋友生病了 看来就快死了 于是巴巴走到他身边说 我真希望能够代替你死 只要你开口 我就替你去死 好让你活下来 这是我的意愿 也代表我的友谊 朋友之间理当如此 这个朋友答应了 所以巴巴就为朋友牺牲 保全了对面的性命 我听了这个故事 感觉像是天方夜谭 但我随即体会到 其中的悬外之音 因为安巴桑卡接着说 只要你开口 我就替你去死 这样你就会没事的 我顿时哑然 这样文景之交 是我无法理解的故事 于是我勉强回答 安巴 我想自己并没有病得那么严重 请千万不要冲动 别做出鲁莽的事 咱俩能够安然地度过这个难关的 后来我们果然平安无事 然而这个男人给我的 是无价的珍宝 他的生命 当初我初闻 罗伯特约翰逊的故事 不仅心有气气焰 真渴望自己也能够拥有 这灵犀相通的情谊 生活在相互信任 和诚恳交往的团体中 我曾敬意于印度和亚洲的古老文化 很能体会这种 视为知己者死的慷慨 而现代社会 有这种待人的情谊 早已如凤毛麟角 然而家庭的维系力量 不可能完全丧失 不要怀疑它的力量 父母对子女的爱 以及手足的亲情 成为人间带来最不可思议的感人奇迹 母亲奇迹般的抬动汽车 以拯救孩子 障碍的父母 连人带轮椅 冲进游泳池 整个人悬在水池边好几个小时 只为了挽救刚学部的儿子 免于灭顶之灾 70年代 阿根廷恐怖军事独裁政权 曾经刑求 杀害 以及绑架了成千上万的政治异议者 沙巴星 罗特拉 描述当时有许多心急如焚的母亲 不顾自身安危 挺身抗议 这些人后来成为文明于世的 五月广场的母亲 二十多年来 这些母亲定期到广场去 在总统官邸前示威抗议 勇敢地向高压恐惧的独裁官僚挑战 这些失去亲人的母亲 对于军方的官僚作风厌恶至极 那些申诉局的官僚 身着黑色的长衣和军靴 拒绝母亲们询问家人下落的要求 但那些失中则 多年来遭到独裁政权的 有系统的绑架 刑求和杀害 当这些母亲群挤在广场时 警方会来骚扰 不让他们待在原地 于是这十四位母亲 就在广场上绕着圈子慢慢走动 他们每周定期来广场绕行抗议 忍受警棍 警犬及军方 献民的不断驱赶和伤害 已经已有三十三位党 领导成员惨遭杀害 人家都说五月广场的母亲们 无所畏惧 在广场缓慢踏着尊严步伐 绕行抗议 85岁高龄的玛丽安 玛丽亚·安托洛茨说 其实我们心里下得要命 我们学会了与恐惧同行 跟这份恐惧共同生活 我们有义务找出自己孩子的下落 之前母亲们仍然每周四下午 到广场绕行 要求政府还他们公道 这个抗议的仪式感动了旁观者 为他们鼓掌加油 这些女人如今已借风筑残年 她们挽着手臂走着 头上戴着文明与世的白色披荆 象征着争取人权和奋斗 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孩子的下落 玛丽安·爱德拉说 但我们在这广场上 接受人生的教育 我们不断向世人 附属自己悲惨的境遇 我们同生悲喜 这个广场是我们的教育殿堂 它拯救我们免于疯狂崩溃 在午后三点二十五分 广场仍空气如荒漠 但一到三点半 这些母亲便纷纷由地铁站 或街策冒出来 人们会好奇地上前询问 你们是谁 老师还是退休人士 你们在抗一些什么 事件就是这样传开了 伟大的作家克塔萨尔 在巴黎听到这件事 评论道 母亲们已经站出来 军方已经失败了